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呢我们要做一个大众塔罗占卜就是关于未来7到10天的一个讯息 未来7到10天的一个讯息那这边有四组排1234 然后你们我不晓得你看不看得见哦 这个是梅花的图案方块的图案这两张都是黑桃 上面的数字是14 22 35跟19 所以你可以选择就是这个上面的数字19 35 22 14 或者是下面这个梅花的这个图案的话是9号 OK梅花9 然后这个是方块那个皇后 OK方块皇后 然后这个是黑桃9然后这个是黑桃6 所以看你们喜欢哪一个数字啊或者是这个扑克牌的花文 扑克牌的数字然后你们选择一个你们喜欢的牌组 然后等一下我们就会来看你们的未来7到10天的失业运财运还有爱情运的部分 然后呢在我进行下一个就是解排的之前呢做一个小小的一个announcement 就是我的第二集的podcast要出了今天晚上的10点 OK今天晚上我这边晚上10点啊 所以等于是你们那一边如果你们现在是亚洲时间 OK台湾时间啦或中国时间的话就是下午1点 然后台湾跟那种韩国日本啊这些啊是好像差一个小时嘛 所以反正也是大概就是那个时候 你们自己看一下你们当地的时间喔 那我这边的话是LA的晚上10点所以你们看一下 然后我会有这次只有音音就是音频版OK是有声音的部分 但我也把它上传到这个YouTube的网站了 所以如果你不想去看podcast就是什么iTunes啊Google Play啊 Google Podcast啊什么各式各样其他的这些播这个podcast的这个频道 YouTube上面也是OK的也是可以看的OK 我就是但只有音声音的部分所以你就可以放着然后听 嗯就没有影像 那么嗯 那一个音频的部分呢我是放在我的个人的那个那个频道里面 那我刚刚也有出了发了一个post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连接什么都都放在那个那个post里面 那我也把它放在这个的post下面好了 顺便既然做了announcement对吧 OK好那么废话就不多说了 然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去听那个podcast 第二集的话讲的是爱的五种语言OK 那如果没有听过第一集的话 现在也可以去听听看第一集其实就是自我介绍 然后算是自我介绍一种啊 其实就跟我的朋友聊天 然后互相讲一下怎么样子开始频道的啊 什么一些有的没有的OK 好那么今天现在就从第一组开始啰 好时间轴会写在下面的description box 还有我们的留言区的地方 然后现在timeline上面应该也可以看得到啰 OK好那么如果你需要更多时间的话 现在可以暂停影片从第一组开始啰 好今天如果今天从从这个一号牌组用的这一张牌 是这一张狐狸牌OK狐狸牌 这边是雷诺曼的喔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下未来7到10天 这一张狐狸牌想要告诉你的讯息是什么呢 关于我们先看工作好了 工作的部分狐狸牌其实还不错喔 因为狐狸牌它就是代表工作 朝九晚五的工作 但一般大家看到这张狐狸牌都是朝九晚五的 它代表工作就是朝九晚五的那一种 但是我曾经看过有一个一本书 它的确有解释说狐狸也可以当做是你的副业 OK也可以当副业 所以你们自己对应看看喔 那我们现在讲讲工作的话 就大部分的大家就上班族 或者是帮人家打工的那一种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未来7到10天 工作的部分有什么样子的一个讯息要给你 我现在在思考要发哪几张牌 本来只想弄一张 MAYBE弄两张好了 OK 我们把它放在正中间 第一张 未来7到10天的工作 WOW 亲爱的一号牌组们 你们未来7到10天 工作方面非常棒 你会被别人看见你喔 因为月亮代表的就是 雷诺曼的月亮是很好的月亮 跟这个叫什么 塔罗牌里面的月亮不太一样 雷诺曼的月亮代表的就是Fame 它当然也可以代表情绪啊什么的 因为毕竟月亮嘛 阴晴圆缺啊 然后它也可以代表的就是感受啊 还有你的第六感啊这些 但是在工作 特别特别是工作的时候 月亮代表的就是Fame 代表你会被看见 代表你会被重视 OK 被看重 这样 然后呢 搭配的这一张幸运草 所以未来7到10天 我觉得你在工作上面会 呃 第一个很幸运 好 然后第二个你可能非常的容易 做什么东西 欸你就 所以可能这件事情真的很小的一件事情 但是 哇 会被长官啦 特别是长官 同事maybe too 呃 特别特别觉得 哇你好棒 你怎么这么厉害 right? 然后呃 很容易被看到 但是我要讲 这个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很想要被看到 这个当然有力有必看 你从哪一个方面去看 你被看中了 你被看见了 你被重视了 是不是代表你的工作量也会变多 right? 所以嗯 某一方面 你可能未来7到10天可能工作量会变多 原因是因为大家觉得你做的真好 你做的真棒 而且只要好像交到你手上就可以 很轻松很快的就把这个东西做好了 做 就可以好像 比如说如果你是要跟客户啊 或什么的 欸这个就 这个case就拿下了 或这件事情就ok了 这样 所以 啊未来校10天工作上面其实还不错 但是有一点点可能 因为你做的太棒了 大家就特别喜欢来找你哦 那么嗯 如果你现在是学生的话 一样 你的功课 我觉得你会被师长觉得 哇你怎么这么厉害 你怎么这么棒 嗯 但是哦我觉得这一张牌哦 因为他这张小狐狸 呃 狐狸对工作来说 他就是工 他是他是特别有工作的意思 ok 但是你现在如果是在讲学业的时候 我狐狸反而你可能要小心一下附近身边 是不是有一些人特别的会说话 特别的会讲好听话 然后呃 在某一方面就你知道你要想嘛 狐狸这样子就很狡猾这样 然后可能会讲一些好听话啦 然后让你可能掉入一种陷阱里面 其实我觉得工作上面也有可能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就是你身边可能 我觉得他倒不是说会真的害到你做什么 可是你要注意就是身边可能有一些口蜜附件的 这样子的人哦 呃 因为我觉得你最近气场还不错 因为你又有幸运草又有月亮 所以即使他们真的想要陷害你 其实倒是还好 可是他可能会讲一些言不由衷的话 或者是特别讲一些吹捧你的话 然后让你觉得哇好棒他好像是站在你这一边的 可是嗯 他可能言不由衷 所以你要自己想去观察你身边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人哦 如果之前本来就跟你不对盘 突然好像对你特别好的话 你就可能要小心 但甚至也有你知道知见知面不知心 也有可能本来一直都对你很好 他说不定你最近这一段时间做的特别好 他可能也会眼红哦 所以你也要小心一下嗯 做人要低调一点对不对 OK 因为可能会招惹到一些人就是他会嫉妒你 OK 有点嫉妒你这样 然后讲的真的吹捧你的话 可能他不是真心的 所以你自己感受一下咯 月亮嘛 自己感受一下 好 那么呃 学生的话也是一样 你身边呃 也不能说一样 因为这张牌就没有那么含义的工作的部分 而反而是比较着重在你的身边 可能会有一些呃 呃 言不由衷的人啦 或口蜜附件的人 他不见得是说他真的想要实际上动作去害你或什么的 可是他可能会用一些讲话的东西 Right 呃 跟别人就知道酸言酸语啊 我那个人讲的真 他你看 就是有一些人他就是会呃 工作好嘛 就讲人长得好看 老师就喜欢嘛 你知道讲一些这一种 有可能是这样 但也有可能 他是真的就是讲说 哇 你好棒 看起来好像很真心 但你自己感受一下他是不是真的真心的啊 因为呃 狐狸就是讲话咯 OK 你可能没有仔细的去感觉一下的话 你可能不晓得他真实的想法到底是什么 但一般来说他如果真的想要害你或什么 外来七号十天 明天是Cover 你其实还蛮 你有你旁边有贵人可以帮助你 帮你呃 就呃 你的气场比较强大吗 我就刚才讲 气场强大加上你也许身边也是有贵人 然后师长啊什么的 所以这些人真的如果要害你害不到 但他可能就讲一些话之类的 OK 呃在你面前是个样子 在你背后可能说你的坏话这样 嗯 那这张月亮的牌也是代表我觉得你的成绩 未来翘十天应该也还是不错 幸运槽啊什么 如果你真的是要去考试啊或什么的 应该还蛮容易得到不错的成绩 然后得到不错的重视等等 然后如果你现在是正在要找工作的人 如果你现在是正在要找工作的的话 我觉得呃被示众的可能性非常的大 幸运吵架月亮 OK 示众的可能性很大 所以大家就努力加油咯 OK 你的运气未来翘十天还不错 如果想要做一些副业的人 其实也可以哦 就是不管你现在是学生 我觉得学尤其是学生的部分 你甚至可以做一些副业 可能会得到还不错的一些回想 OK 好 那么这个是工作运的部分 然后我们现在来看哦 财 呃 财运吧 我们现在来看财运 然后最后再来看爱情运 因为爱情运我想用这个牌来抽 爱情运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 未来七到十天 诶 我刚讲什么 财运 财运的部分未来七到十天 财运的部分 财运的部分未来七到十天 哦哦 财运的部分未来七到十天 OK 最后一张牌跳出来是这个太阳 所以 嗯 但这张其实是多的 OK 所以主要是这两张 你有两张负面的牌 嗯 三张其实都算负面的 OK 呃 好 第一个蛇代表的是有点弯曲哦 或者是当然也有可能小人啦 或者是 嗯 毒蛇啦 但他也代表重生哦 在某一方面也代表重生 因为这边也有太阳 所以他有可能重生的意思 Mountain这张牌代表的是远方 有可能是远方 但他也代表的是困难 呃 一些呃 嗯 需要跨越的一些问题之类的啊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哦 你的财运的部分呢 你要小心你身边的人 这边有两张都是这种 你知道蛇又是狐狸 你要小心一下身边的人讲的话 到底是可信度到底是怎么样子哦 因为有可能 你知道他们讲的话是不太可行 不太可信的 然后第二个 呃 Mountain这张牌代表是有些困难 一些呃 一些需要跨越的一些鸿沟 但这个东西有点难 ok 呃 因为他毕竟是这个 他是一个大障碍来的 有点不动如山这样的感觉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 呃 财运的话哦 要不就是你的财运呢 呃 其实还蛮稳的 这也可以这样子思考 Mountain很稳 所以别人讲什么 其实你不用在意 ok 不用多不用想太多 呃 其实是还 财运的部分其实还ok 但是有可能 如果你现在目前正经 正处在一个财运上面 有一些困难的地方的话 未来七到十天 你的财运要去转好的 的部分可能会有一点曲折 ok 呃 这边是那个蛇 所以会有一点点曲折性 呃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正面 正面突破嘛 呃 你如果比如说你缺缺钱 我 这要怎么解释呢 呃想一些例子 呃 可能你现在就是缺钱嘛 工作这方面可能就就 卡住啊 或没有办法 你可能没有办法再从工作这边 再得更多的钱 那你可能就必须要去找一些其他的方式 其他的方法去赚取更多的钱 如果你呃 现在缺钱的话 right 那投资的方面 我其实不太建议未来七到十天去投资 原因是因为这边出现了狐狸又出现了蛇 投资方面蛮有可能会失利的 ok 或者是这边有mountain 所以不太适合 呃 甚至如果可以的话 你可能去过过运 之类的 呃 这边是这山嘛 你可能出 呃 不见得一定要出到远门 蛇跟这个的话可能都有代表这些旅行啊 去去另外一个地方 ok 这个代表一个road right winding road 去去一下别的地方 然后再再绕回来 也许事情会有一些转机 但是未来七到十天不太适合去做一些投资 或者是去处理一些财政的东西 然后如果你现在财务上面有些困难的话 建议要去绕道而行 去想一些其他的方式跟其他的方法 甚至可能做一些副业的方面 可能会有比较有帮助 而不是去想要拿钱去滚钱 ok 那破财倒是还好啦 ok 我觉得只是你为了你的三餐啊 因为狐狸这张牌就是一张为了三餐 为了要去缴很多很多的bills 比如说你有什么 如果你有房贷啦 车贷啦 或者是你可能没有房贷车贷 但是你就是三餐温饱这件事情 交房租 养小孩 养家庭 这些东西就已经够你烦的了 所以 破财的部分 其实就是你的这些生活上面的所有的这些开支 所以破财的部分 就是这些开支的部分 倒不是说有什么其他的部分 但这些东西就已经够你烦恼的了 对吧 ok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 先把自己可以把这些开支可以支付得了 然后这些基本的开销可以把它搞定的话 你可能就卸定卸定了对吧 而且我们看我们现在上传影片的这段时间 刚好又是月底 所以月底大家都是你知道特别吃紧的时候 ok 手头有点吃紧的时候 所以大家就坚持一下 很快的太阳就要来临了 所以未来一下十天 财务有一点点的紧张哦 所以大家可能要想一些其他的方式 看看可不可以赚一点点的小外快 可能会是更快的方式 好 那么我们现在来最后来看爱情印的部分 爱情印的部分 我今天想用这一张牌哦 我们今天就不用这张牌看啊 先放着吧 我们来看一下爱情印的部分 爱情印的部分 我觉得都还不错 love 所以如果你现在是单身的朋友的话 我觉得你还蛮容易遇到一个外表 还不错的一个对象 或者是这个也有可能叫你好好的打扮一下你的外表 打扮一下你的外表 然后把你的 因为狐狸还是你要想 他是魅力大喷发的 ok 蛮有魅力的人 嘴要甜 嘴要甜 是基本 所以未来翘的时间 如果你想要去可以脱单的话 记得嘴要甜 然后你记得要打扮 然后如果不是 那这个部分当然就是那个 然后再来就是你很 应该是蛮容易是有桃花运的 只是你自己要分辨一下是好桃花还是烂桃花 因为我觉得狐狸这一张牌 不见得一定都是不好的桃花 当然我们有先入为主觉得狐狸就是不好的 但是他不好的原因是因为他会讲很多很多的甜言蜜语 把你心花怒放 所以你可能会miss掉一些他可能有一些问题的地方 所以这个部分你要注意 好好去分辨对方是讲真心的还是讲假的 他是真的喜欢你还是不喜欢你 所以这张love也有 那主要要看这个人是你知道无条件的爱你呢 还是是有条件的对吧 他是看中了你某一些方面是不是钱呢 还是你的社会地位什么之类的 这边有讲self love 所以我们刚才也说了 如果你要必须要爱自己嘛 你要自得打扮 你不要就是你知道放弃自己这样子 所以不管你的你对自己的评价是什么 爱自己非常的重要或者是别人对你的评价是什么 那不重要你对你自己的评价才是最重要的 也就是说你要觉得自己很棒 觉得自己很好 然后不要放弃自己 记得要好好的打扮好好的 我们刚才我们常常听到的都说 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嘛 我觉得这个其实我觉得男生也适用 没有丑男人就只有懒男人 right 因为你知道男生只要打扮起来 然后你的谈吐还不错 就是很好啊 你想谁喜欢看出去 哇头很油 然后什么头发 什么什么那个头皮屑满天飞 然后穿拖鞋 right no 这太不ok了 打扮一下 OK 不管你是男生还是女生 然后你就可以吸引好的桃花来哦 OK 这边有讲了attraction affection 所以未来翘十天 拖鞋是很有可能都love 好 那么如果你现在是站在暧昧的当中的话 那我觉得挺好的 暧昧 love又加上little fox little fox就是一个很性感嘛 对不对 很很很 很妖昧的这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未来翘十天你们的感情应该还不错 但是也不是但是我想想看啊 love 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那种暧昧的情愫在 但是我觉得你们已经开始这种爱意是有一些萌生的 所以很有可能会有进一步的可能性 但如果你们还蛮享受在这样子有点暧昧的氛围下面 也可能就是持续这样子的暧昧氛围 也是因为两方都很喜欢啊 这样子就很甜蜜的感觉 好那么如果你现在是正在交往当中的话 其实我觉得跟暧昧那个很相像 只是你们这样就是交往嘛 所以这个互相的吸引力是很大的 然后非常有爱意的 未来翘十天如果你们之前有什么样子不愉快啊 或什么的话 未来翘十天也是蛮容易就可以解决的 或者是我觉得你们可能不是用话来沟通 你们可能会用实际上面去做什么 而我说的这个做 大家自己意会 就会挺开心的 那么最后是这个分手锻炼的群组 未来翘十天 因为出现了这个love 我觉得你们先爱自己吧 OK先把自己好好的管理好 然后把自己打扮的很好 出现这两张的话 其实我反而不太建议你去主动 去做什么 你要做的是把你自己打扮好 对方如果是跟你有缘的人 对方看到你这么棒 他自己会回来 如果他不回来代表其实你们不太适合 那你们其实蛮有会有心桃花的 OK而且可能这个人还不错 而且甚至是你的菜 所以如果你一直被囚禁在过去当中的话 你可能会看不到身边的一些桃花 当然这桃花我们刚才说了 有可能是好的桃花 也有可能是烂桃花 你自己要分辨一下 但是先决条件是要爱自己 OK爱自己 然后把自己打扮的漂亮一点 帅气一点 你会自然而然会吸引到 真正爱你的人 会珍惜你的人 OK未来七到十天 你们的爱情运气是不错的 不用一定要纠结在过去的那一个人当中 好 那么这个就是给一号牌组的一个解牌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哦 如果你们有任何想要跟我分享的呢 都可以使在下面的留言区 那也不要忘记帮我分享 订阅和按赞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影片 也可以顺便把小铃铛打开 谢谢你们的观赏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咯拜拜 如果你选择的是二号牌组 拉近一点 好你哇哦 我现在才看到 你们二号牌组又选了22号 你们是222 好 但是这个出现了一个问题哦 不是也不是不能说问题啊 你拿到的是这张road OK 交叉路口 所以他有一些讯息要告诉你哦 我们先来看一下未来七号十天 工作营的部分有什么样子的一个讯息 要给二号牌组 那出现了这么多二哦 二通常有代表和谐的意思 但是二也有非常深深的代表决定跟抉择 还有选择的意思哦 那你们又出现了road 也是非常多的这种选择抉择的意思 好 未来七到十天工作营的部分 有什么东西你们需要注意过哦 需要讯息呢 工作营 未来七到十天 未来七到十天工作营的部分 是囡有什么问题 所以今天在家中也会说 我应该说味道 很多东西 因为今天是大众占卜 今天 所以 ladies 就even though他是gentleman 我们就不管他是男是女 他就是他可以是男也可以是女 第一个 未来翘十天你们在工作运上面 会出现一些抉择 我觉得这是蛮大的 因为road就这样子的一个意思 那garden这张牌呢 他也是代表人脉 然后你这边又出现的是一个人 所以未来翘十天 我觉得你很多很多的选择 第一个我觉得你要建立你的人脉的部分 或者是你可能 人际关系会特别的多 或者是也甚至我觉得有可能有点复杂 可能很多人对你 给你很多很多的意见 告诉你很多很多的事 你应该要这样做 你应该要那样做 你要不要去跳槽 甚至有可能 你可能会认识一些蛮厉害的人 也不一定 因为garden通常代表的是那种 一个大的party啦 或大的聚会啦 什么 然后你会建立一些人脉啦 你看 所以未来翘十天 你可能会比较着重在这一些建立人脉 公司 工作这样子的一个部分 或者是你可能会参加一些重要的聚会啦 参会啦 然后认识一些厉害的人啦 这个可能会促使你去想 去考虑一些可能 或者是去做一些决定 这个决定有可能是关于你未来的工作的去向啦 或者是你甚至有一些人是不是跟你提出了一些 你要不要来我们公司 你要不要来跟我工作 你要不要怎么怎么的 所以可能会有一些选择跟选项的部分 那如果你现在是这种 比如说sales啦 或者是你就是帮就在公司里面做事嘛 也有可能你现在处的这个case还蛮复杂的 然后需要有很多 就是你要一步一步去通关 然后每一个决定都可能去影响到你下一步的部分 所以可能要比较小心一点 或者甚至会有一些 你可能都以为已经决定的的事情 可能突然出现了一些东西 要让你好好的去做一个 去就是已经都决定了拍板 然后这样子定下来了 但并不是说会毁约或什么的 可能会出现一个更好的方案 然后更好的 有人更好的提案之类的 那已经跟这个人讲的差不多 好像都已经要随便跟他签了 那现在又出现这个怎么办呢 所以你就会有点陷入两难当中 所以也有可能是竞争变多了 这个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意思 竞争变多了 然后所以你就要好好的考虑一下 到底要怎么样子去做 可能会比较好 所以如果你现在是学生的话 也是同样竞争可能蛮大的 然后你可能现在你正处于到 处于一个蛮 一个选择的部分 可能你要选择你要上哪一所学校 你可能选择你需要念哪一个系 你甚至如果你毕业了 那我现在要选择去哪一间公司 我要怎么样子去建立我的人脉 你可能有各式各样的一大堆的 然后有很多人给你很多很多的建议 如果你现在不是什么上大学 或什么要开始找工作等等 你可能还是一个比较年轻一点的学生的话 也是一样的 哇我的未来要怎么样子 我的我要怎么想 反正有很多很多需要去考虑 而且有很多人可以给你很多很多的意见 你自己决定 你自己最想要做的东西是什么 当然如果我觉得甚至你这边 有可能你现在也有点confused 我们没有出现云的部分 所以也许这两个这些东西都是你很想做的 那不然如果是可以的话 那都试试看 你就可以 有的时候我发现一定要真的当下去做了 你才知道你到底喜欢跟不喜欢 因为很长的时候 想象跟实际是很不一样的 我那时候想说我想要学制作 这样我就可以制作我自己的影片 什么什么 然后我真的去做以后 我就想天啊 I don't like it 我不想做这个东西 然后我大学的时候也有念就是 film啊什么 我念的是电脑动画嘛 但是后来我就发现 也有电脑动画不是我真的喜欢的东西 就是做了才知道啊 然后我很会做 但是我不喜欢 应该这样讲 制作的东西 当制作人 我觉得我也可以胜任 但我不喜欢 所以这个跟你 能不能做这件事情 可不可以做这件事情 做得好不好这件事情 无关 而是你喜不喜欢这件事情 有关 所以你们思考一下咯 我觉得看一下 喜不喜欢 然后 当然 喜不喜欢 加上你能不能做好 是更重要的 你可以做好 但你不喜欢 我觉得很痛苦 你很喜欢 但你做不好 好像没有talent或什么的话 你也会质疑自己 然后也会不开心 所以这两个东西 要好好的做一个结合 OK 尤其学生 但你们现在还年轻嘛 所以我真的可以鼓励你们多尝试 试了以后你就知道 我喜欢我不喜欢 所以可以试试看 你们现在正处于一个 在蛮大的一个交叉路口当中 好 那么如果现在是正在找工作的话 我觉得其实你的选择还蛮多的 你either是你选择很多 要不就是你想要去的这些 你所有的选择 竞争力都 竞争的人都很大 很多 所以你这个时候 你想要能够脱颖而出的话 人家怎么样子来选择你 你是被选择的那一个的话 right 你要找工作 你是被选择的吗 当然你也选择人家了 没有错 这是互相的 但人家也选择你 你要怎么样再从这个大众里面 去脱颖而出的话 你可能要想一下 你跟别人的不同的点是哪一个 right 怎么样凸显你那个最厉害的部分 好未来7到10天 我觉得未来7到10天还是很多的选择 很多很多的竞争压力等等 所以可能你说能不能找到一个工作 你可能还在选吧 还在考虑 我觉得要不就是别人还在选 还在考虑要不要选你 或者是你可能也在思考 我到底要去哪一个 我喜不喜欢 我要去把我的履历投递在哪一个地方 因为你也很怕选错嘛 对吧 你做下去以后发现不喜欢 当然你也可以quit fine 但what if你做了很久以后 突然有一天觉得 我其实没有很喜欢 像不是会觉得好像有点浪费了很多很多的年资 对不对 所以考虑一下咯 好 那么这个是工作的部分 未来我们再看财运的部分 未来7到10天 财运的部分 第一个是船 狗狗跟船 未来7到10天 狗狗 船跟road这两张牌加在一起 就有代表是travel的意思 所以未来7到10天 你们的财运可能蛮是在远方的 甚至你可能需要去到远方去 然后你的赚钱的机会 应该是在远方 意思就是不是你现在住的地方 你现在待的地方 你的财运比较是在国外 就是你现在居住的地方的国外 OK 所以如果你想要去投资的话 你可以试试看要不要投资国外的东西 外国的东西 就反而跟你 跟你没有 跟你居住的地方 不一样的 所以比如说外汇 或者是说 比如说 这个 我刚刚有一个idea 外汇 旅行 跟旅行有关的一些 投资的东西 旅行 我不晓得这种什么旅行险这种算不算 我不晓得这种保险算不算是一种投资本 但是 比如说 船 海 航 航海 这种相关的一些投资 或者是 石油 反正跟旅行有关的东西 你可以考虑看看你要不要投资 那个可能是其中一个选项 这个不是唯一的选项 因为你毕竟出现了road 这是其中一个选项 但这两张加在一起是有一个travel的意思 然后狗狗这张牌 我觉得是一个很忠实的意思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去听听你朋友给你的意见 可能很多人会给你各式各样的意见 因为这边是一个road 毕竟还是有很多不同的意见的意思 你可以多听一些人的意见 给你关于财运的部分 然后你可以自己好好的去考虑 最后的决定权其实是在你的手上 但是你的身边的好友 我真的讲的是非常亲近的 所以你不要随便乱听那种其他的人 你不熟的人 甚至是那种理财专家 我觉得不太适合 你反而是要听你身边亲近的朋友 是真的有投资过的 然后投资是成功的 甚至他如果大失败 其实大失败的人 投资很失败的人 他其实也有一套理论 所以你可以从他失败的经验里面去学习到很多东西 这个也是OK的 所以从你身边的亲朋好友 去吸收一些他们的经验 他们的一些关于投资的一些想法 或者是意见 可能对你去做投资也蛮有用的 蛮有帮助的 破财的部分我觉得倒是还好 OK倒是还好 你比较现在处于在两难当中 如果你真的是有一些什么东西 你想要去花钱或什么的话 基本上我觉得你也会一直在有选择困难症当中 我应该要用这一家还是那一家 我要这个还是那个 所以反正要注意一点点是 你可能在犹豫的当中 这个机会就跑掉了 所以也不要犹豫太久 或者是你已经看好了 就是没有关系 我错失了也无所谓 我现在要学经验怎么看 那OK 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去做一些什么的话 不管是要去买什么东西 赚到一些还是便宜啊 或者投资东西 要注意一下timing 你犹豫太久 有可能机会就会跑走了 OK 所以我share一个小故事 因为我一直在等一个coupon 有一个10个percent 因为我很喜欢这个网站 大家也知道吗 我常常在讲book depository 所以我有一排的书 我准备想要买 然后呢 我就一直在那里 犹豫个半天 哇这个今天买明天买还是什么的 然后我一直在等 我知道他三不五十 他会送我那个打九折的那个coupon 然后呢 我就已经期待很久 我已经等了大概两个月了 然后都没有收到他的coupon 我想没有关系 我等 然后呢 他真的来了 OK 大概一个礼拜以前 他来 就我真的收到他的coupon 然后呢 收到coupon以后 我就又在那里犹豫来 犹豫去 因为我本来想说 我要等我的卡 截止的日期 我要等到他过两天 他的那个卡就会 这个cycle就会结束 他就会新的cycle 所以我就可以不用马上付 我可以多一个月去付这个钱 所以我就等这个 然后既然那个钱啊 钱 我要买的那些书 竟然就涨价了 OK 然后每天就涨 然后他有跌下去一点点 我想说他没有关系 我等一下再来 那个好了 我看他会不会再跌低一点点 跌到我本来的那个 然后他就越来越高 然后我只能说前 礼拜天嘛 26号那天 他就是最后一天 这个这个coupon要用的 然后 我还是在那里想说 啊他会不会 再少一点 就是那个价钱 会不会再跌下来一点点 好了 我去refresh refresh的时候 那张coupon就过期了 他不让我用了 他好像用的是 因为这间这间书局 他是在英国好像 所以他可能是 go by英国时间 所以他的26号 是英国时间的26号 我那天明明是下午还 LA时间好像 还下午5点还什么的 那张coupon就不能用了 所以我那一车子的 一整个购物来里面的东西 就只好再等下一次了 好啦 所以也许犹豫就 你知道犹豫来犹豫去 其实像我这样的话 就没买成嘛 东西没买成 所以你也算守财了一种 因为你就是犹豫来犹豫去 你机会错失了 但是在某一方面 你用另外一个角度看 就是你财也守住了啦 就这样 OK 好 这是财运的部分哦 好 最后我们来看 爱情运的部分 爱情运 爱情运你们现在也是在一个 蛮大的一个抉择点 因为这个是主要的能量 未来七号十天 所以 SoMate 你们知道连着两张 两个deck 那个一号牌组抽到的是love 你们抽到的是SoMate 好 222嘛 2号牌 如果是圣杯2的话 就是在讲SoMate的啦 所以反而在爱情运里面 你们的这一张2号牌 不是不见得一定是这个交叉路口 这有可能是两个人在交叉路口上面 现在合并到一起走在同一条路上 这个也是有这样的可能性啊 不是从这边交叉出去 而是从这边两边进来变成一条 Nice OK SoMate SoL Connection Partnership Agreement SoL Contract 好 我必须要先讲 SoMate不见得一定是什么爱情啊 SoMate就是灵魂伴侣 你可能很聊得来的人 也有可能是这一种 我们叫做什么啊 望年之交这一种 Right 所以不见得一定是 啊 真的是爱情 可能就是真的很聊得来 然后心灵很契合的那一种 OK 但我们今天讲的是 今天这个地方是未来翘时间的爱情运的话 所以你真的会找到一个跟你心灵很契合 然后很有话聊的人 能不能够发展到爱情呢 当然靠你们去慢慢的摸索 慢慢的磨合 因为也有可能 因为毕竟我讲了 二号牌有两种可能性 一个是你从两个交叉点并入到一条 Right 但也有可能你们是非常不同的 所以你们必须要去做很多很多的磨合的点 才能够一起变成一条 OK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 单身的朋友们 你们这张牌还真的蛮容易脱单的 Soulmate吗 再加Road 你可能真的蛮容易会碰到你的Soulmate 但是记得要出去 OK Road这张牌 你待在家里面找不到人 你只一直工作 你也找不到人 要多出去交际 好吗 这个才有可能 然后 如果你都是坐车的话 你试着变换一下 你平常的一些交通工具啊 或什么 因为这跟Road有关 所以变换一下你的交通工具 说不定你会在路上 在街上 碰到一个跟你很有话聊的人 也不一定 OK 所以不要当一个Hermit Right Hermit就是那种寄居蟹 把自己藏起来 好 这是单身的啊 那未来翘10天 如果你现在是这个 暧昧的话 暧昧跟交往 我觉得就 我们一起讲一起吧 OK 暧昧的话 我觉得未来翘10天 你们真的就是心灵很契合 很契合 你们 OK Road这张牌 同样我们要说 它有两个 一个是选择嘛 我们要继续 暧昧 还是我们要 关系要往下一步 这个 但是这个也有一个 可能是分道扬镳 很契合 很契合 但我们就做朋友就好了 我们真的很好 可是我们好像 做不成情侣 但我真的很喜欢 我不想失去你这个朋友 这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这个有两种可能性 一个就是我们继续维持 朋友关系 暧昧可能就没有了 变朋友了 OK 但是也有可能 真的很契合 然后我们想要可以 认定对方 然后走在一起 这个也是有的 OK 所以你们一个是 就可能变朋友了 有可能 真的会想要 更进一步 那么交往当中 你们毕竟就已经交往了嘛 所以呢 你们可能要去看一下 你们的目标 是不是还是一致的 如果你们目标一致的话 再好的Soulmate 也可能没有办法一起走下去 只能变朋友 right 我这个还蛮有感的 我真的之前认识一个人 就是超有话聊 而且他真的是我的菜 可是我们真的 有年龄差距 所以我们要走的方向 真的不太一样 他太年轻了 所以 真的很要好 但是最后就是 我们要自己去走自己的路 还是朋友 都还是朋友 而且 真的很有话聊 right 所以 如果已经是在交往当中的话 你们现在正在交往 给你的小小建议 在未来翘十天 就是你们确认一下 你们的目标 奋斗的目标 是不是相同的 因为也有可能 两个人一直走一直走 就越走越远了 就岔开了 这也是有可能的 明明是Soulmate来的 right 所以三不五十记的 还是要沟通 还是要 关心一下彼此 然后确定两个人 是不是还是有共同的目标 好 那 最后是这个 分手断联的朋友们 分手断联的朋友们 我们一样 你们是Soulmate 但Soulmate不见得 一定会在一起 爱情 我已经屡试不爽 我大概有三个Soulmate吧 但我都没有跟他们在一起 OK 通通都分了 然后有一个 其实蛮Soulmate的 但是我们就是 一直维持朋友的关系 之前有 暧昧 真的一小段时间 但后来就没了 so 但我们真的就是 都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就 而且 如果新盘拿出来 新盘都告诉你 就是Soulmate来的 但是他们就 各自交了别的女朋友 好吧 但 未来一条时间呢 那么 你们如果是这个 分手断联的群组 其实你们是真的是 很契合 很有话聊 甚至 其实我觉得 你们虽然是分手断联 可能甚至没有 常常 你们在一起的那段时间 应该是开心的 应该是真的很契合的 但是只是两个人 去了两个 就是 可能真的是目标不同 然后 没有一致性 所以要去 所以要去 要去不同的地方 但 如果真的是很有缘的话 OK Soulmate 真的很有缘的话 也许 这个交叉出去了以后 会再回来 我也有 很多很多例子 我自己就 目前这些人都还没有 那个 但是 两个 像我妹妹真的就是跟 跟她现在的老公 中间是分开 因为我们两家 又有很多问题 什么什么 反正 是我们爸爸妈妈之间 我们爸爸妈妈是 互相认识 但他们自己有一些 你知道问题 但反正后来 所以就 我们有一大段的时间 是不联络 OK 然后后来 我妹又搬回来 加州以后 就跟这个男生 又 又 又 讲 开始讲话什么 男生想 我带你出去玩啊 什么的 那时候已经分开了 大概有 十五六年吧 十七年 没必 然后 现在我妹就跟 的老公就这个啊 但中间他们 他们之前是有互相喜欢 也是那种搞小爱美那种 但后来就不适合嘛 而且 时间点真的不太对 所以就是走两个相反的路 但是相反的路之后 又合到一起了 分酒必合 喝酒必分 OK 所以这个也是有可能 所以分手锻炼 未来翘十天 可能你们现在就是处于在一个分手锻炼的状态 但是你们如果真的很有缘 Right So 美 可能以后还是会有机会的哦 但 比如说最近上个礼拜不是才在播那个大S跟那个巨峻炼的那个故事嘛 他们也是分了二十年啊 然后那个男生不是二十年都没交 我不相信他没交女朋友但可能都不太适合就是了 反正但他没结婚是真的所以最后就是跟他结婚了 Right 二十年分开了二十年又再结合我相信他们在中间也没有联络 Right他那个男生也是说他一直都不敢联络嘛 听到他离婚才才联络他所以不是没有可能的哦 好这个就给你们当参考咯 那未来翘十天 如果你们有任何想要跟我分享的呢 都可以写在下面的留言区 那也不要忘记帮我分享 订阅还有按赞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影片 也可以顺便把小铃铛打开 谢谢你们的观想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 好如果你选择的是三号的话 三号这张牌是Anker OKAnker 好未来七到十天 你们的工作运的部分是怎么样子的呢 七到十天 直接就两张牌啊 OK 未来七到十天 你们 这还蛮有趣的 Storic加上Anker Storic应该 Storic代表的是变化 代表很多的都Change 他当然也有可能代表的是小孩啦 因为是送子鸟 但是我觉得这个Combination 他讲的可能更多的是变化的意思 OK 尤其我们讲的是未来工作七到十天的部分 Anker是一个 是一个这个 嗯 毛定下来稳定的意思 所以之前可能有很多很多的变化 之前可能有非常多事情 你要一直一直不停的去Adapt 就是你要不停的适应 去适应很多很多的变化 很多很多改变 甚至你可能搬家了 但是你找到了一个 嗯 或者你可能一直换工作有可能 或者工作上面有很多很多的变化 这变化换过来 反而就是有很多的问题 或者是不见得一定是问题 但是就是变 很多的很多变 或者是你可能还没有决定到底 我想要怎么做 但未来超十天 我觉得会比较 会趋于稳定 OK Anker 趋于稳定 以及这边是Flowers 开心的 完美的能量 所以 而且是有礼物的 所以 未来超十天 你终于决定定下来了 而且它会让你有一种 开心的感觉 幸福的感觉 并且 嗯 会有一些好事发生吧 OK 好事发生 这个是一个好的变化 好的稳定下来 所以有可能 你打一个case就谈成了 或者是 终于这样稳稳的 你就可以比较专心的focus 去做一件事情 然后这件事情 会带给你很多很多的幸福感 很多很多的 就是真的是有礼物的感觉 OK 呃 甚至也许 呃 我不能说一定会有升值这件事情 因为呃 这里面 嗯 maybe Stork这张牌 有一种 有代表 1.0晋升到2.0的意思 所以也有可能 的确有这种晋升 呃 你的这个生活变得更稳定 工作更稳定了 因为你晋升了 Right 所以升值了 有可能哦 礼物 flower 你有可能升级 晋升 一个位阶 然后你 或者是你 被更弃重了 嗯 那好 这个是跟工作有关 未来翘10天 那如果呢 你现在是正在 还是学生的话 我觉得也是一样哦 有很多很多的变化 之前 但是现在会趋于稳定 甚至有可能你搬家了 然后 嗯 然后你现在终于决定 我知道我想要待在哪一个地方 然后我现在要好好的专心的 专注的在某一个你很喜欢的领域 然后最近未来翘10天 你会觉得很有那种满满的幸福感 而且有那种晋升的感觉 第一个有可能你的成绩更进步了 因为你终于可以专心了 你终于搬到一个好的地方了 让你有那种稳定感 幸福感 所以你就可以好好的去专注在 你想要专注的一些事情 学生也是这个样子哦 那 你可能也会得到一些 我不能说是意外的礼物 但是就是礼物来的 可能 嗯 比较是跟你 细心耕耘 以后收获的礼物 有关 OK 那这个礼物也有可能 进而让你更稳定 然后你更能够 更有自信吧 也有一种这样的感觉 让你觉得 这个就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这个就是我想要读的东西 然后你对自己更有自信 OK 稳稳的 去做 OK 嗯 晋升 进化 OK 最后是这个 这个叫什么 要找工作的 OK 如果你要找工作的话 我觉得未来期待的时间 你们会稳定下来 OK 会稳定下来 而且应该会有一些好消息出现 你有可能会因为这个好消息 你必须要去做一些应对 适应啊 可能需要去搬个家啦 因为你可能去的这个工作有点远啦 嗯 之类的 或者是你必须要去适应你的新的工作环境 但是这个慢慢慢慢会趋于稳定 然后我觉得是会找工作的是会有好的消息哦 主要是因为这个flowers 然后我们刚才讲的storic有1.0进化成2.0的意思 所以如果你要得到好消息的话 你记得自己也要跟进进步 进化 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 嗯 你被事上的可能就会更高了 就是你要自不停不停的去往上 然后要学习嘛 努力不懈 而不是就是OK 我就这个样子了 我不变 Right 是OK啦 但现在不适合做不变的这件事情 你现在适合是要去变 努力 OK 好 那么这是工作的部分 未来超时间财运的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哦 财运的部分 Garden Fox Interesting 嗯 跟一号牌组有一点点类似耶 OK 财运的部分出现的是Garden跟Fox Fox这张牌 通常代表的是交走玩五的工作 但是 我之前有 这个第一组我也讲过Fox 他 嗯 我在解Fox 因为我曾经也看到有另外一个 然后书籍讲Fox 也可以代表副业的意思 OK 所以 我在解Fox 也会把它加入副业的意思 当然看一下牌组是怎么结合啦 好 所以未来超时间 我觉得你们的财运还蛮 很稳固的哦 第一个是这个Anchor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你的工作会有源源不绝的稳定的钱财进来 所以其实财运财 钱财的部分你其实不用太过担心 然后Garden这张牌 你应该也有不错的人脉 会为你带来源源不绝的财运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FreelancerFox 你是一个Freelancer或者是你有一些其他的副业是需要很多很多的客员 很多很多的客人 我觉得他们会帮帮你帮帮人 而且他们会帮你帮来还不错的一个稳定的一个财源进来 财源滚滚了 未来超时间 圆圆不绝 蛮稳的 即使这个不是你的副业是你正规的工作 所以我觉得这个你们 总而言之你的财运比較是来自于你的工作的部分 然后尤其如果你的工作是需要跟客人 然后去对应啊什么的 然后需要有源源不绝的客源的话 我觉得是有的 他会带来或者你的人脉会是通钱脉这一件事情 所以你要不然你就是要去认识更多更多的人 他们可以帮助你带来更多的好运跟财运 所以人脉通钱脉这件事情 未来翘10天适不适合去做一些投资 反而我会觉得你先未来翘10天先努力工作 或者是如果你有副业的话 建议你的副业 投资的部分可以先暂缓 主要是因为这个Anker 你做你很有你很确定 你觉得很有保障的事情 投资的风险太大了 这边Anker其实不太适合 所以未来翘10天至少你先确保你的工作的部分 或如果你有副业的部分先做这个part 你的钱真的就可以源源不绝的进来 OK 蛮稳的 就是投资的部分可能之后再考虑一下了 那破财的话我觉得倒是还好 如果唯一有可能破财的话 你可能会是因为要去参加一些party啦 或者是去参加一些聚会啦 那如果他们没有cover你的一些费用的部分 你可能必须要去支付一些这样的费用嘛 什么会员费啦 什么来餐费要付一点这些有的没有的 但是这倒还好 因为呢你可以认识这些 这是小小的投资 这个唯一的投资就是你投资在人脉上面 因为这些人脉呢 可以真的为你带来之后不错不错的 钱财的部分 OK 未来翘10天 OK 既然你在跟大家说话的时候 要非常 因为出现了这个fox 你在跟这些人在沟通的时候 在说话的时候 要非常懂得察言观色 fox 狐狸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点 就是他非常懂得察言观色 非常懂得在对的时候讲对的话 该在什么时候讲什么话 对方会开心 对方会 觉得 你这个人不错 所以 讲话的能力非常非常重要 未来7到10天 它可以帮助你带来很多的财运 所以你的口才 也是可以帮助你带来很多的财运的部分 OK 好 最后是爱情运的部分 未来7到10天 爱情运的部分 love怎么又出现 未来7到10天 大家是不是爱情运都挺好的呀 love unconditional love self love oneness passion affection attraction 未来7到10天 单身的朋友们 我觉得你们会非常非常的爱自己 OK 原因 会不会有脱单的可能性 maybe 我觉得 有很小的一部分 是有这样的可能性 因为毕竟是love 但是 大部分可能会维持单身的原因 是因为anchor anchor 不喜欢变化 所以未来7到10天 如果你是单身的话 其实你还蛮enjoy you love being single OK 你很喜欢 你很享受 单身的生活 你很喜欢 你很爱自己 所以如果对方不能够1加1大于1加1大于2的话 你宁愿1 OK 因为你自己就可以是大于1了 你为什么要找一个小于1的人呢 对吧 你如果要找另外一个人 你绝对希望他是大于2的 OK 而不是只是等于2 一定要大于2 要不然的话你宁愿自己一个人 你享受自己一个人 因为你觉得自己很棒很珍贵 不要不愿意轻易的就随随便便的找一个人拖你后腿 即使那个人长得有多好看多棒 他如果真的不是很OK 没有上进心啊 然后人品又不好啊 或者是有一些问题啦 宁愿不要 OK 这是你想 而且你有点 你有点不太爱冒险 谈恋爱是需要冒险的 这张Anchor牌你是很喜欢打安全牌的人 所以这个人看起来有点危险 你可能也就不会继续走下去了 好 这是单身的 OK 我觉得另外有可能啊 就是我刚才讲的 如果你真的要脱单 你就要冒一点险 你要出 你要 我觉得是要冒险 是最大最大的 因为你已经够爱自己了 你也知道自己要什么 你也知道自己的优缺点是什么 你唯一的不敢做的是冒险这件事情 所以谈恋爱是需要冒险的 Anchor 好 未来七号十天 如果你是暧昧的状态 我觉得你们会稳稳的暧昧 稳稳的暧昧 你们的暧昧状态会持续 但是是有爱的哦 很爱嘛 还是很甜蜜 所以就维持继续保持暧昧当中 未来七号十天 交往当中的话呢 你们的感情也是稳稳的 但是我要讲 感情稳稳的是 如果你感情很好的话 那么就是稳稳的好 而且是很有爱意的 但是呢 如果你们感情是有一些问题的 那你可能真的就是你知道 维持这样子的有一点 就是有一些状况的在 但是是有爱的 可能那个爱有一点点小小的消除 要不就是你们其实是开始 觉醒更爱自己一点 所以你会希望 不要跟不对的人在一起 所以有可能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就是我想要活出自我 那如果你们的感情交往当中 是有一些问题的话 你可能会 也许maybe会冒险 但也有可能你们太习惯 对方的存在 即使感情是有一些问题的 你们可能也不是那种 会轻易的分手 因为很习惯对方了 已经像家人了 虽然没有那种激情 但是是有 还是是有爱的 right 还是是有爱的 所以不太会分开 也许因为还是 还是继续会在一起 也许你们会 会figure out 去看怎么样子妥协 会不会有什么方式 是可以让感情更好一点 或者是重新激发一些爱的爱意在 那种爱情的感觉 回来 未来七小时天 你们可以试着这样做 如果是有感情问题的 感情没问题的 你们的话 就是稳稳的 很有爱意的 然后知道互相会在彼此的身后 支持你 帮助你 所以你们的感情很稳定 很好 很棒 未来七小时天 一样 很棒 很稳 很好 未来七小时天 如果你现在是分手断脸的状态的话 这张牌出现了 所以还是告诉你 要爱自己 你要先爱自己 别人才会尊重你 right 有可能你们会 maybe会有桃花运啦 但是 anchor这张牌 我们刚刚也讲了 其实跟那个单身的状况 有一点点 有一些类似的地方 就是你会 不太敢冒险 然后另外 因为你们现在是处于分手断脸状态 你也许还正在 疗伤疗愈 你看 正听到我们那个 ambulance有没有 是不是就在讲疗伤疗愈这件事情 所以你可能有一些疗伤疗愈 所以 即使你现在 你现在在听分手断脸 我不知道你是 想要复合复联 还是不想要复合复联 复合复联的机率 我觉得是比较低的 原因是因为 anchor代表不太会有一些变化 它是 维持的这种状态 就你现在是什么样的 它比较会维持这样的状态 或者是你需要很多很多的安全感 他也是在讲安全感的东西 所以如果你复合复联 不能够给你安全感 不能够给你 有一种 可以稳定 然后我可以完全交心出来的这个话 你 复合复联的可能性 其实是低的 OK 那 主要是因为anchor的原因 所以 分手断脸的群组 除非对方回来找你 而且秀出来满满的诚意 然后打动你 要不然的话 复合复联的 这个可能性是比较低的 好 这个就是给三号牌组的一个解拍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如果你们有任何想要跟我分享的 都可以写在下面的留言区 那也不要忘记帮我分享 订阅还有按赞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影片 也可以顺便把小铃铛打开 谢谢你们的观赏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 好 如果你选择的是四号牌组 三号牌组 是这一个Tower Tower在工作运上面 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牌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威亚敲十天工作运的部分 有什么样子的一个讯息 要告诉四号牌组呢 Mountain and Ladder OK 好 威亚敲十天 在工作运方面 Mountain代表的是困难嘛 但它也代表的是文风不动 Tower代表的是有节节高升的意思 所以也有可能你知道 威亚敲十天你们在工作里面的地位 是无可撼动的 OK 你们在工作上面 你们在工作的这个部分 这个环境里面 你们是稳坐你们的这个宝座这样 当然Mountain也有可能 的确是有代表是困难的啦 所以在工作里面 你可能会有一种被孤立的状态 觉得啊 怎么都没有人帮助我 所以你们自己对应一下看看 工作上面是不是是哪一个 第一个有可能你们真的就是你知道 地位非常的不可撼动 地位很崇高 要不然就是你会出现一种比较孤立无援 每一次有问题的时候怎么好像就只有你一个人在处理 然后好像就只有你一个人在加班 好像就只有你一个人在忙 然后你就想说现在是怎样 为什么我这么衰这么可怜 这么要这个样子 好像有那一种 其实不是欺负你的感觉 但是就大概不是要欺负你 但你就会觉得孤立无援 怎么没有人帮助你这样子 好 这是未来下的时间 然后最后这边有一个letter letter这张牌代表的是一个invitation 代表的是一个感谢的东西 我觉得有可能 当然不见得一定是感谢 有可能是辞职性 所以如果你是无可撼动的地位的话 那么这张letter当然也有可能就是你知道 这样加在一起 当然也有可能你要升职了 letter你要升职了 或者你要签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合约 在工作上面 然后这个合约可以让你节节高升 一个很难签的合约被你签下了 你升职了 但也有可能这一个状态是invitation 这张这个文件你要去做的一个什么合约 你要去签的一个什么case 非常难签 然后呢 又没有人可以帮你 然后你就有点卡住 然后你就会觉得我好可怜 你们都没有人帮我这样 所以未来下的10天 你的工作反而会有一点卡卡的 因为遇见了非常难缠的一个case 所以你们自己看一下对应看一下 要不你就是有升职加薪的可能性 然后你更上一层楼 另外一个就是你被assign 然后一个很难的一个case 你被你叫你要去弄一个很难的case 然后真的这个对象很难搞这样 所以你们自己想好一下对策 这个人真的很难搞 你知道有点明顽不明的 而且对方的可能那个地位又很高 你知道很崇尚 所以你还要挖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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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这种 就觉得很辛苦了 辛苦你们了 未来7到10天 那么而且还有很有可能 这个工作非你不可 因为就跟你讲孤立无援 别人就不会来帮你嘛 你要叫别人帮你 人家也会多百般推托之类的 所以就会觉得怎么鬼 好 如果要真的讲说你要怎么样子 可以克服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呢 你要不就是去找职位很高的人 来帮你看怎么样子 可以帮你谈一下 但是你这个你要自己想好对策 因为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很有可能 你是如果你是在一个孤立无援的状态 老板为什么要帮你 你有什么样子的一个价值是要 老板放下他所有的事情来帮助你 所以你这个部分 你自己可能要去做一些功课 然后 让来帮助你的那个人可以不用花那么多的时间 理解整个状况 然后可以帮你轻松的谈下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是可以被克服的 因为Mountain出现的是在左边 这个问题是可以被克服的 但是就是我们讲你要做一些功课 然后需要去耍一些手段 OK 好那么 如果你现在是正在 还是学生的话 OK 如果你还是学生的话 这一个塔也代表的可以代表学校 它代表任何的这种大型的organization OK 团体 建筑 所以学校也可以代表 那我觉得这个letter就有可能 有可能是你的成绩单 所以 你的这个成绩单也有可能呢 是很好的 OK 之前可能曾经度过一个非常困难的时刻 但你克服了 It was fine 我觉得也许成绩单没有你想象的这么的高分 但是至少也是OK的 OK 也是OK的 但是 这个是代表是之前Mountain在过去 然后你现在未来会收到一个成绩单 我觉得OK 但如果你现在正在经历这个 有点困难的这个状态的话 你自己没有人可以帮助到你 这边是塔 没有人能帮助到你 你要自己帮助自己 然后怎么样子 你要有一个 你要懂得怎么样子去读书的方式跟方法 你要不然我们刚才讲的 找到真的那 这一个学校里面顶尖的人 学校最会教的老师什么之类的 但是你自己要够用功 要不然 对方可能 对不对 他这么厉害 他有责任那么多别的事情 他为什么要帮你呢 你要给他一个很好的理由来帮助你 你找到这样的人去做你的靠山的话 你绝对可以得到一个不错的效果 要不然的话 你会有点在读书方面会有觉得有点吃苦 不是吃苦 有点辛苦 然后有一点不得其门而入 然后就是不能够理解说 他到底这个东西要怎么做 所以就是有一点困难度在 我扫地机器人有点奇怪 突然就发疯了 anyways 好 如果你现在是正在找工作的的话呢 这个牌组 我觉得这个可以是一个offer letter 然后会去一个大的企业 但是你会经历一段蛮辛苦的过程 但是我觉得最后其实你会 这四号牌组是唯一一个非常的明显 我觉得你会收到一个offer letter的 你正在找工作的话 这边是letter 我觉得会蛮辛苦的 没有错 真的很辛苦 而且没有人能够帮助你 所以你自己必须要非常非常的努力 然后要非常非常的努力向上 OK 但我觉得这一个困难你是可以克服的 OK 你可以克服这个找工作的困难 而且未来7到10天很有可能 你会收到一个offer letter OK 好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工作运的部分 未来7到10天 财运的部分 哦 stork又来了 财运的部分 哦 扫帚 财运的部分哦 嗯 财运的部分 我未来7到10天 我建议你们哦 BIRCH 这张牌不太适合做投资 嗯 如果你现在已经有一些投资 你也最好不要去乱去做一些什么事情 等未来7到10天先暂时都不要乱动 以不变应万变 未来7到10天第一个stork出现了非常多的变化 很大的变化 巨大的变化 很多的变化 OK Tower 这个代表可能投资界 Bank 银行啊 这些都是 OK 会出现很多很多的变化 而且我觉得这个变化是偏不好的 原因是因为这边是BIRCH 这个这个鞭子的部分 所以会出现很多的一些争议啦 很多的一些变动啦 所以未来7到10天 嗯 这种 嗯 市场的这种变化起伏会很大很大 如果你去跟着你的市场去做这样应对的话 你绝对不会有市场的这个 呃 你的应对绝对不会有市场的变化来得快 Right 所以你最好还是以不变应万变会是好的 因为未来7到10天会有蛮多的起伏 然后很多可能有一些不好的消息啦 不好的变化啦 然后会让你有点害怕啦 OK 只是未来7到10天 所以未来7到10天你先观察一下吧 嗯 Tower这张牌很适合你知道站在高处去 巡视下面的东西 Right 你用一种鸟看的角度去看这些东西 你可能把自己抽离 不要当作下面的那些小蚂蚁一直一起跟着在乱动 你可能呃 才能够保住你的那个 如果你现在是正在开始要投资的话 那就还好 因为你没有钱里面就先先暂停 不要动 OK 先站在一个高度看一下观察一下 然后再选择你到底要怎么样子做比较好 未来7到10天会有没有可能会破产 而不是 Oh my God 破产 大家不要害怕我我这是口误哦 虽然有的时候他们讲哦口误可能就是会 No 你真的这样大家都要吓死了 No 我要讲的是破财不是破财 Oh my God 破财 我要说的是破财是有可能的原因是因为出现了这个BIRCH OK 所以你要注意你的脾气 OK 你的脾气不好会让你破财 因为这张牌是代表争吵争议 所以你一个不小心你讲话不恰当不适当 说别人家说我要告你毁谤 这个代表很多很多大的institution 这个也可以是法院 所以你们要比较小心自己的说话 然后不要脾气的部分 要控制一下你们的脾气 然后 的话我觉得破财的这个可以预防的 但是你脾气太脾气不好啦 或者是 也有可能你知道因为一生气 东西乱丢乱摔 不就破财了破财了吗 因为你可能把什么东西弄坏了 你得要去处理 那这张bridge我觉得还有东西是 除了脾气的部分 这个也有可能有一些东西坏掉了 OK 有一些东西坏掉了 可能他是要太旧换新 他太老了 这一张 1.0要变2.0嘛 太旧换新 这个东西太老了 所以会有一些破财的可能性 不见得一定跟你的脾气有关 但也有可能是跟 就是这件这个东西 这个可能是一个家具 可能是一个电器 可能是一个什么 他太老了 所以他停止工作了 所以他就坏掉了嘛 意思坏掉了 所以呢 你必须要去换新的 然后或者是你要拿去修理 这个也是有可能 那么你就可能需要花一笔钱 所以可能是要去修理某一些东西 害你破一笔猜 未来7到10天 这也是有可能的 脾气的部分就比较好控制了 这是你可以掌握的嘛 但东西坏掉 这个就比较没有办法 就是东西寿终正寝 我真的要讲 我前两天 我真的没有很用力 但我这个应该真的就是他太老了 我毕竟这个房子也住了10年 我那天要冲马桶的时候 一冲 既然那个冲马桶的手把就掉下来了 我到现在还没去换啊 然后因为我看了半天 然后所以我现在每一次要冲马桶的时候 那个手把我就把它放在上面 我现在每一次要冲马桶的时候 要把手把拿下来 然后它有个扣 扣笋可以扣到那个东西 然后我这样再把它冲 冲完了以后 我就把它放回去上面 就是你知道有点这种东西 就是用太久 它就坏了 所以你这怎么说呢 有可能是很小的东西 所以也有可能很大的东西 所以你看哦 好 这是财运的部分 未来七号十天 爱情的部分 爱情的部分 Self indulgence OK Focus on self Self worth Time to heal Shadow work Self appreciation 好 未来七号十天哦 单身的朋友 你知道这很有趣 因为这个在讲爱情的时候 反而不是那么的好 Tower这张牌 在讲爱情的时候 是一个单身的意思 它代表的是很lonely 没有人理解 然后有点孤方自赏 这也可以是 然后你又抽到了这张 Self indulgence 这张牌叫做Focus on self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 如果是单身的话 你们就是继续保 维持你单身的价值 你继续把自己打扮得很棒 很漂亮 很帅气 然后维持自己的状态 是最好的 OK 但是未来七号十天 有没有可能遇到不错的菜啦 遇到不错的人啦 maybe在工作的场合有可能 但是在外面的话 就比较 几率比较低 那如果工作场合 大家都是已经已婚 或者有伴侣的话 或者你已经在这边工作很久 然后就是没有新的人 那就未来七号十天 可能就维持单身的状态咯 比较不容易脱单 OK 未来七号十天 好 如果你现在是在暧昧的状态的话 OK 未来七号十天是在暧昧的状态 你们可能会出现一种 不能说断掉啦 但是可能 有可能频率变少 暧昧的 温度也许有一些点小小下降之类的 因为这边写了time to heal 然后self appreciation 绝对不是你的问题 应该是对方的问题 如果你感觉好像对方有点降温 或者对方跟你联络的次数没有那么多的话 应该是对方的问题 因为这边讲的叫你要了解自己 要觉得自己很棒 self appreciation 所以out time to heal 所以这不是你的问题 是对方可能 有别的对象 然后就比较化心 但跟你不是 不是因为你的关系 也有一个可能性是 你或者是你的对象 很专注在工作上面 所以会有一点冷落的彼此 对方 暧昧的热度会有点下降 未来七号十天 那如果你现在是正在交往当中的话 已经交往了嘛 对吧 所以未来七号十天 你们应该 这个就真的是 你们可能彼此正在 打拼事业啦 或者是各顾各的把自己做好啊 什么的 所以可能有一点会去冷落对方了 可能没有那么的会去跟对方虚寒 虚寒问暖 或者甚至有可能比较自私一点点啊 比较care自己想要什么 我好累哦 然后我就去睡就去睡觉了 就比较不是那种温柔体贴关怀对方的那种 比较会啊我怎么样我怎么样 嗯 也没有什么不好啊 但是既然现在知道的话就记得未来翘十天 还是要关心一下你喜欢你爱的人 right 你的对象 不要让他有这种很lonely的感觉 对吧 嗯 或者是如果你是被冷落的那一方 也就跟对方看看可不可以小小的小抱怨 抱怨的话要可爱的抱怨哦 所以是那种算撒娇的那种吧 即使你是男生也可以撒娇啊对不对 嗯 就看看对方可不可以 嗯 注意到他好像冷落你了这样 ok然后最后是这个分手断联的啊 分手断联的话未来翘十天的 嗯复合复联的几率是比较低的原因是因为这个 tower ok 嗯自己关在你可能关在你自己的这个塔里面 但也有可能是对方关在塔里面 他不想出来 嗯他想要维持这种单身的状态 然后不想要 嗯 进到一个关系里面 那如果是你是想要复合复联的那一方的话 未来翘十天其实告诉你是time to heal 然后叫你去理解自己的价值在哪里 然后要懂得感恩自己 感谢自己觉得自己很棒 而不要分手断联 绝对不是你的问题 然后你要把自己疗愈好 然后嗯 也许的确我们人都不是完美的 你当然也有可以更好的部分 但你绝对不是完全不行 或者是很不好什么 对方没有选你 对方没有跟你在一起 那就是不适合 或者是对方可能有一些蛮大的问题 有的时候你要庆幸你没有跟某一些人在一起 因为也许那个人有一些很可怕的一些缺点啦 或者是什么 嗯 还好你没有跟他在一起 对吧 嗯 总而言之 未来翘十天是一个疗愈自己的时候 然后如果要复合复联的话 嗯 机率是比较低的 那所以你既然是这个样子这样的状态 嗯 这也有可能是隔离 你知道 tower 被隔离 呃可能对方被隔离啊 或你你需要被隔离 right 尤其我们如果看这个影片的时候还处于在COVID的状态的时候 这个还蛮适合就是还蛮对应到隔离这件事情 所以也有可能是因为隔离的关系 所以不能复合复联啊对吧 但不管怎么样 time to heal这个有时候你知道被隔离 所以因为你知道得COVID所以要疗愈嘛 要治疗这样 要休息 这也是有可能的啊 那嗯 有可能是身心灵需要一些疗愈啊什么的 等到大家的状态都比较好的时候 也许如果你们还有缘 有机会 但未来翘十天 复合复联的几率是比较低的哦 OK 好 这个就是给四号牌组的一个解牌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如果你们有任何想要跟我分享的呢 都可以写在下面的留言区 那也不要忘记帮我分享 订阅还有按赞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影片 也可以顺便把小铃铛打开 谢谢你们的观赏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